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小贺 今天给大家讲的故事是关于我身后这座皇帝陵墓的故事 我现在的位置是在北京的十三陵 我旁边这座陵墓就是十三陵中的明御陵 接着咱们讲的故事就是关于御陵地宫中这位传奇皇帝的故事 我现在已经绕到了这个明英宗御陵宝城后边了 这后边的景象呢真的特别的好 特别的安静 我旁边这个宝城下边呢就是御陵的地宫了 在这个天顺八年也就是公元1464年 正月十七的时候 这位传奇的皇帝朱起镇就去世了 在五月的时候陵墓的地宫就修建完成 八月的时候把明英宗朱起镇直接葬入了御陵地宫之中 据这个记载呢迎建这座陵墓他用了八万人 这座陵墓不但是人用的多 而且是在朝中大臣的众士监督下 这座陵墓修建的真的非常的快 从天顺八年也就是公元1464年 在二月二十九日的时候开始破头修建 到地宫修建完成呢只用了两个月左右的时间 到了六月二十日这个御陵宣布啊全部修建完成 也就是说从真正开始迎建到全部修建完毕呢只用了四个月 接下来呢咱们该介绍这位传奇的墓主人了 也就是明朝的第六位皇帝明英宗朱起镇 这个朱起镇是明宣宗朱战基的长子 他也是明代宗朱起玉的哥哥 他的一生呢真的是非常的传奇 因为他当过两次皇帝 所以这个朱起镇在位的时候呢 他有两个年号 前一个呢叫做正统 第二个呢叫做天顺 这个朱战基去世的时候啊只有38岁 他当时呢只有两个儿子 长子就是朱起镇 第二个儿子啊就是朱起玉 后来作为长子的朱起镇呢 是正式的继承皇帝位 这就是后来的明英宗 但是在当时由于皇帝啊实在是太小 国事呢一般都是太皇太后张使来把持 再加上著名的贤臣三阳辅证 在当时朝廷里的事情还算是比较顺利 前期啊一直是太皇太后来掌握大局 并非是孙太后 所以影视剧啊咱们不能当历史来看 这个时候明英宗呢完全是一位傀儡皇帝 正因为这个朱起镇啊他是一位傀儡皇帝 所以呢他不用管理这些朝廷的事情 可以专心去想怎么去玩 这个时候机缘巧合之下呢 朱起镇遇到了王振 再后来太皇太后年纪大呢 开始不断的生病了 处理政务呢也开始力不从心了 再后来三阳中啊杨荣去世了 这个杨士奇呢是因为儿子的一些事项 也开始卧床不起 也就说这个时候只有杨浦一个人 这位明英宗在年轻的时候哈 这个吃喝玩乐呢应该是高手 但是呢治国方面还是差那么一丁点的意思 就在这个朱起镇对着镜子头疼的时候 这个时候王振就跳出来了 大声说道我可以 这个王振表示呢虽然身体有欠缺 但是这脑子不欠缺啊 反而这脑子呢非常好使 于是这个王振啊就渐渐的把持朝政 这就造成了当时宦官专权的局面 在正统十四年瓦剌呢也开始不老实了 年少轻狂的朱起镇啊 在王振的怂恿下决定御驾亲征 当时这位明英宗啊是率领着号称五十万大军 仓促的出征 直接率领着这五十万人呢 出去自驾游去看草原了 在这个大军啊进军的途中呢 这些大臣们就不断的劝英宗朱起镇 赶紧回到北京 意思意思就可以了 但是王振不听 因为这个时候导游皇帝啊 正在美着做梦呢 结局就是不作就不会那什么 这位大明的皇帝呢居然被俘虏了 这个消息传到北京以后啊 举国震惊啊 这些朝中的大臣梦了那么一会儿 二话不说 赶紧啊 拥立他的弟弟朱起玉登机 稳定大局 后来这个朱起玉呢 作为皇帝啊 出面组织了北京保卫战 抵挡了瓦剌的进攻 守住了北京 也保住了大明王朝 同时也保住了他的哥哥朱起镇的命 一年以后朱起镇呢 回到了北京 这个朱起玉啊 是把朱起镇呢 囚在南宫 在这个囚禁的日子里 这个朱起镇呢 其实并不是特别好过 还不如当俘虏的小生活自在 从这个朱起镇 复位后的做法呢 就可以看出 比如当时他拆除了朱起玉 在十三陵修建的陵墓 还给朱起玉呢 一个恶事 从这些事情呢 就可以证明啊 这个朱起镇呢 已经忍了很久了 只有忍了很久的人 做出这个事呢 才会出现过激的行为 有些朋友会说了 他囚在南宫 有吃有喝 还生了很多的孩子 但是这个折磨分两种 第一种呢 是身体上的折磨 第二种就是精神上的折磨 到了这个景台八年的时候 当时朱起玉啊 病得是非常严重 这个时候 石亨 徐有珍等人 带领着一些家兵呢 来到了皇城 因为这个第二天呢 朱起玉啊 要临朝 所以这个大门开得非常早 于是呢 他们顺利的混进了皇城 然后呢 开始拆南宫的宫墙 去迎接啊 这位囚禁七年的英宗皇帝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 夺门之变 这个朱起镇后来呢 成功复位 在这呢 得说一下 这么大的事情 孙太后在事前 肯定是知道的 这个朱起镇 作为一位皇帝 他确实是没做好 自己本职工作 然而他废除了殉葬制度 挽救了无数人的宝贵生命 虽然是以号称 五十万大军的损失 换来的觉悟 总的来说呢 废除殉葬制度 还是值得称赞的一件事情 在天顺八年也就是公元一四六四年 这位名英宗呢 病逝 终年三十七岁 终于这个视频呢 就拍到这 谢谢所有关注的朋友 咱们下一视频 再见 再见